我們有說過的 現在是否在街頭 它上不到車後 這次套車會接到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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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到這個大廈的外場 有嚴重損壞的情況 包括了一些鋼筋外露 我相信有部分的外場 部分也有剝落的情況 剛才我利用這個高清紅外線掃描 就掃描了外場 發現外場的高位 有五處大面積的批蕩空股現象 也就是俗稱的異常高溫帶 這些位置本身來說 就存在剝落的風險 另一個情況 因為外場有這麼明顯的破損 所以室內如果有住戶 也會面對一些嚴重的滲水問題 特別接下來可能會有颱風 這些情況會令室內有嚴重漏水情況 也會損壞樓越結構 如果這麼高的位置 有大面積的批蕩 或石屎剝落跌下來 其實非常之危險 隨時走過 有機會突破頭 會導致傷亡 所以這些情況都要盡快去處理 我們還發現有大廈的外表 看似新鎮 但樓底就日久失修 有鋼筋外路的情況 還要位於石屎 市裝店 大廈通道的門口 市民和客人出入 都要打聲十二分精神 這個位置我相信就有危險 這塊石屎已經爆了 有些鋼筋外路 這塊大概一尺乘一尺 批蕩 連石屎有機會整塊掉下來 其實非常危險 因為這個位置正正是大廈的主要通道 所以如果這塊石屎 你不幸走出來 一掉下來就中頭獎 好